花蓮市长魏家宴在过年前 也特别前往卫福部东区老人之家 赠送春节礼金还有兔年吉祥小年卡 祝福长辈们新年快乐 同时市长他也提醒老人家 最近疫情实在趋缓 不过流感季节到了 而且天气非常的冷 提醒老大人们要多添加衣物 避免着凉感冒 农历春节前夕 花蓮市长魏家宴亲自前往东区老人之家 来探望长辈们 市长魏家宴特别发送红包 给涉及花蓮市公费安置的51位住民 和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的春节礼金 从200块钱增加为600块钱 希望可以让长辈们有更多帮助 那也感谢我们东老的宋主任 长期以来对于花蓮市民 涉及在东老的51位 我们花蓮市民非常的照顾 那今天家宴来看看这些长者 那家宴在今年 从发放长者的一个 村节的一个红包 从200元提升到600元 那也希望对此能够 对一些长者有一些帮助 那真的很感谢东老长期来 对我们设计在花蓮市的 51位的长者照顾 那未来也跟我们宋主任有说 未来有需要花蓮市公所协助的地方 我们都会全力以赴 那在这边也祝福我们51位的 我们花蓮市的长者都能平安健康 那天气变凉了 也希望长者能够多餐一些些 然后注意自身的保暖 东旭老人之家主任宋静年 他也感谢施工所 每年三节都会来关心 住在东老的老大人 让长辈们在农历过年的时候 也能够感受到温暖问候 我们非常感谢市长 在百忙之中带领同仁来 特别来关怀我们的长辈 希望长辈在过年前 能够接到这样子温暖的问候 能够有一个快乐的年节 那我们也有了解 这个公所在今年的 慰问金上面也有提高 那市长刚刚也跟我们谈到 在接下来的工作上面 也会对长辈的照顾更加关切 我们非常期待 市府的公所这边 能够持续的关注长辈 持续给我们长期照顾的支持 市长威嘉燕也提醒老人家 最近天气非常寒冷 早晚一定要多添加义务 注意身体情形 多喝水 多运动 保持健康才是一辈子的福气 据理会 欢迎视报道